这次呢 老胡啊 就很中肯 但是这次可能要踢到钢板 但是首先我还是比较赞老胡的 因为老胡比较中肯 比较理性 关于这个李淡 效果文化 李天浩 还是叫李什么 李十号还叫什么的 这个事件 那么有朋友呢 分析了关于这个事件的几个事情 一个呢 就是估计 脱口球行业要被一锅端了 大连什么 花花花卫秧什么的 这个因为不当言论被拘留 演员李什么什么什么被立案调查 就是 这里面涉案的人已经被立案了 然后呢 说他这个稿子其实是被审过的 如果是被审过的 李淡也跑不掉了 连李淡都跑不掉 李淡长什么样 那么 后面还更厉害的呢 就是这个 效果 这个 这帮人吧 比较厉害的是 这个腾讯 腾讯也是老大 说 说恐怕也都要受牵连 这些所有人都要受牵连 这里了 李淡在这里 哎呀 这因为连腾讯可能都要裹挟在其中 因此呢 这位朋友的帖子意思 所以老胡也急了 老胡就急着下场了 估计这次可能老胡都要没有好下场 搞不好 站出来发生 活细泥 现在呢 有官媒出来 似乎针对老胡在发生 包括西部战区 所有的媒体都发生 不接受道歉 老胡的意思好像道道歉 这个事 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个朋友分析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老胡也不是所谓的 什么 理性的出发 可能这里的钱太多了 这个他这个公司 效果文化公司 市值说40亿 现在都已经清零了 本来还要上市 这个老胡 关于这个事情的评论 好了 拉拉扎扎 内容太多 简单的说吧 搞不好连老胡这次都 都要完蛋 老胡每次做理中课都没事 这次这次老胡 因为保护礼蛋 恐怕也要受牵连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 我觉得很有可能 现在都已经 现在都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 老胡 你还在里摇头晃脑的 时代变了 让人分析他这些个话 老胡 我觉得 以后你自己觉得的话 就不要往外发了 错误比译 用词故意弱化 侮辱碰瓷行为 你的屁股真的不正啊 老胡个人主张 同最上面的红字 存在分歧 不是大家存在分歧 而是你和大家存在分歧 道歉 谁告诉你道歉了 就应该原谅了 不断 倘若过于宽容 不断将是必然的 一棍子打死 原则性问题 务必打死 并且就是一棍子 冠偶犯 显然不是偶犯 依据 依据 请点击 话题词相关报道 老胡本人年轻时 冲军十一年 你过往有问题的言论也不少 要不是冲军教育了你 不堪设想 老胡要保里蛋 知匿 镜需要 guesswork imm 刘 需要 马朗